知识经济部表示 为了提升汽车燃效管理制度的公信力 提高消费者权益将对现行燃效管理制度进行改善 为此也将进一步加强对汽车生产商 自行测定燃效过程与结果的监管制度 此外还要推行将目前仅为3%到4%左右的 事后管理对象成品车车型扩大到5%到10% 在事后检查时 所允许的误差从负的5%减少到负3%的邦案 知识经济部将以这些改善方案为基础 在年底天收集相关企业和专家的议点 制定综合性燃效管理制度改善方案